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怯怯怯悲怯狂哉 世人是鬼是妖怪 何故是 心人有魔宅 教一生佛土 鬼头无安 鬼一人为世 尚死无关 少得富士真佳解 尘延三继不分你难断 我要 这铁帮随我 铁帮随我 我要 这铁帮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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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帮随我 这铁帮随我 这铁帮随我 谁能陷 终究暗犯 这铁帮 早已灰飞燕 灰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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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争 进军冲 大战争 进军冲 是元帅 真的是元帅 元帅 元帅回来了 元帅 是元帅 元帅回来了 元帅 元帅 安然无恙了 恭迎元帅 安全归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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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戴的头 是墨将 请元帅责罚 带头者 军棍两百 免必私过一年 其余一干人的 罚军奉一年 以警效忧 以后 你们别再犯了 墨将令罚 墨将令罚 这个无脑臣 还挺威风的嘛 元帅顶天立地 如何能不威风 我就讨厌他这样 这样一来放虎归山 恐怕我们又要多一个敌人了 不会的 元帅会一直忠于天庭 忠于陛下来 但愿如此吧 对了 这是让顾天王知道了 不会有什么事吧 最好把我给撤了 我这三太子 早就不想当了 恭迎元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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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迎元帅 北成元帅出了九天门 田和君已撤军 却往云域天岗了 北成出了九天门 这 这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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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和君既然已经撤军了 那北成元帅 就算是戴罪立功 这功过相抵 闲钱犯的错 就赦免了吧 诸位以为如何 陛下 那北辰本来就是天和军的人 若是如此功过相抵 将来恐怕会天下大乱哪 是啊 陛下 北辰罪不可赦 若是就这么饶术 往后天条 岂不成了百事了吗 臣等 恳请一下三思 诸位所言极是 既然这样 那太白济星 先就派你传令 去云狱天岗 将北辰元帅召回 如何 云狱天岗 恐怕小臣无法胜任吧 那福星去如何 臣 臣 难道就没有人肯接旨吗 既然没有人敢接旨 那朕就这么定了 免了吧 陛下圣明 山明水秀 不像是你的大外营吗 啊 啊 哈哈 到 好 两个大神静的小妖鼠们 这也太寒碜了吧 离你的大忌相去甚远 别生气 大王 大王 这个是悟定真人 我的老朋友 悟定真人 是二金仙 杨岚的师父 对 正是在下 正是在下 接下来 悟定真人 会协助我们开发新武器 大家一定要配合 悟定兄说的话就是我说的 明白吗 让我们听人的命令 你要说听杨岚 我无话可说 听悟定真人算怎么回事 更何况是杨岚的师父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你们接着忙 我带悟定兄参观参观 我带悟定 好 那边 她在公司 我带悟定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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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大本情 启禀臣君 天地已经下旨 取以重赏 要求在五年内 将凡间已经划分的 妖怪势力 大体肃清 东生之州和南展之州 由九天门的军队处理 北剧之州和西流之州 将由云与天岗征逃 不日战时将起 我知道了 兰儿可是还在齐来山 还在 夫人 他也在齐来山 我听说吴定真人 也去了齐来山 可小的在齐来山 却没有看见吴定真人 也没见他老人家离开那儿 师父在齐来山失踪了 师父在齐来山失踪了 端军 寻天府已经派了寻天将 巡视东升之州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发现齐来山的异样 要不要 小的去齐来山 提前告知夫人与小姐 让他们尽走离开 王爷 生了 恭喜王爷 客气王爷 是位郡主 真 真是郡主 真是郡主 好 好 小郡主 本王终于有个小郡主了 好 好啊 只好 天和军 九天门舰队 一奉天地之命出兵 不知道师弟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听说齐来山的实力壮大了很多 看来师兄的单方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九天门的大军已经向东升之州进发了 我们得把消息传给小师弟 好让他早做准备 齐来山 你们说盘石在齐来山吗 凤凌啊 你听错了 没有人说齐来山 别骗我了 我什么都听到了 三位师叔 你们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凤凌 事到如今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师弟他根本就不在凌云阁 而且他从来就没去过凌云阁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你们都跟我说盘石在凌云阁的 盘石也告诉我他在凌云阁怎么可能 那他现在是否在齐来山啊 我去找他 难道你还没有听明白吗 师弟他走了 他不在这儿了 我们也不想啊 在这北斗摇光洞 他现在只是挂个名 他有他想做的事情 也不要再挂了 也不要再问了 好吗 是不是师祖 将他逐出师门啊 凤凌 没有人逼他 是他自己要走 怎么可能 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才他人关门 怎么可能自己会走 这怎么可能呢 就算他要走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们为什么什么都瞒着我 无论如何他都已经走了 而你也应该把他忘了 不可能 一定是你们做了什么事情 逼他他才会走的 混账 谁教你这么跟师叔讲话的 谁教你的 那潘石他究竟怎么了呀 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问为什么 什么都不告诉我啊 反正我现在是练神经了 我自己下山去找潘石 冯灵 冯灵 就这么让他走了 不让他走 又能怎样 我真搞不懂 那石头 到底有什么好的 我们若是能明白 就不注意到现在 还一直孤寡了 他们都骗我 为什么连你也要骗我 潘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不肯让我知道啊 难道你是怕我伤心吗 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肯让我知道呀 不行 我不能这个样子 我要去搞清楚真相 不肯让我老天 уж stored 太肯 草 以希侯 从我冲啊 那肯让你回来了 知不知道 让开 师兄 我求求你了 让开 等等 注意一点 别出事 有事 还有你这帮师兄在 多谢师兄 站住 坐下 来 你们都尝尝为师的茶道 来 师父 好了好了 你就不要管了 管得了一时 你管得了一世吗 要是这风铃真的出了事 怎么跟大师兄交代啊 怎么跟他的父母交代啊 有什么好交代的 一切顺其自然 命中注定啊 风铃也算是我半个徒弟 我的心里 也不比你们好受多少啊 你们记住了 风铃此去齐来山 你们谁都不要帮他 师父 您说要为苍生赌一个未来 那我们这一门众生的未来 又该如何 你 其实呢 我就吃一些普通水果就可以了 不喜欢吃就别吃 我 我 我是说这药膳的药材极其珍贵 你平常忙着炼丹 还给我找药材做药膳 这实在太辛苦了 你怎么跟上次在丹栋里一样 说话吞吞吐吐 做事拖泥带水 活该没面吃 那就多久的事了 你还记得 你不也没问清楚 就把面给抢了吗 开始抱怨了 最近对我有很多抱怨 是不是有很多不满啊 无需忍耐 有什么缺点 说说 没有 没缺点 怎么可能没缺点 你都已经开始抱怨了 没事 没事 我不会生气的 真没有 真没有 不便宜 说啊 你 你让我说道啊 你呀 这脾气暴躁第一点 第二点呢 对黑子那帮腰的态度太凶 第三呢 针线活不怎么样 这补过的皮甲 比没补过的还糟糕呢 说完了 你 还有 这面煮得特难吃 别 别别别 难吃是吧 我 小凡很多呀你 你还跑你 你肯定对我有很多的想法 你还跑 我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答应 我答应把你师父 都弄到地下城了 就你这德心 我受不凭什么帮你啊 他要是拒绝的话 我就吓吓他 谁让这事非他做不可的 你要是敢让我师父 受到了惊吓 让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我告诉你 我哥第一个就不放过你 到时候天和军还没到 我哥的官僵口循 就已经到了 我什么人哪 不到逼不得已 我也不会用这手段嘛 对不对 来来来 还是说点正事吧 我听说九天门军已经出发了 随时征战东升之州 那天和军怎么样 你问天和军干吗呀 他们管的是西流之州和北聚之州 跟咱们在是没关系 我就了解了解罢了 毕竟天和军要比九天门那帮傻子强多了 迟早要面对的 知己知彼方龙百战百胜 我要通知短嘴提高警戒 防着天和军他们 注意我师父的安全 知道了 我就算不怕你 也要忌讳 你哥那把穿云刺月刀 谢谢你这水果午餐 还有那难吃的面 你 不过 我是不是要去看看那个老头子 你说 师父打算让我们守到什么时候 我们根本看不住这石药 总感觉 他早就知道我们在这里了 他究竟把妖怪都藏哪儿去了 按照我们前后知道的 这齐来山的妖怪 现在最起码有两万多了 可是任凭我们怎么探查 都只是感觉到两千不到 我总感觉 这齐来山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他们到底在我们眼皮底下 做了些什么呢 可惜啊 我们现在连二十里的范围 都进不去了 什么都搞不清楚 这么严密的范围 到底想藏什么 就是我们 Martha 水 这就是他要藏的 水 还ody 打他 这可怎么办啊 他干的是反天的买卖 我这是上了贼船了我呀 别别别 是颜味 跟我走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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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尔海神呢 你难得一来 也不打声招呼啊 让开 若是不让了 不让 可以试试 你总是容忍 你师父呢 你觉得 一个化神镜太乙金仙 还是物者道 能从这千军万马中 活着离开吗 你想用我师父当人质 好你个石妖 当初就该在紫云碧波坛 取你的性命 不小的心血啊 你以为我扬言出手 这里的妖怪 能活几只 不如这样 你我单挑 你不要伤我的妖重 我也不伤你师父 你赢了 可以带他走 我赢了 他留下 你走 如何 怎么样 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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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单挑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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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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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把好武器呀 真是麻烦 投降吧 你已经没有兵器了 不可能赢我的 是吗 这 这是 误者到的 要完全修好 是办不到的 不过还是能顶着用 不 毕竟我对这东西结构 是比较清楚 你说是吧 接着打 好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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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大王 住手 大王 大王大王大王 住手 不 大王 大王 杨兰 杨兰 坑 杨兰 杨兰 神 来 你知不知道 刚才有多危险 他值得你为他拼命吗 值不值得 不是你说了算的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他是一只妖怪 你竟然跟着他去疯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 他不是跟着我去疯啊 你再看看老头 他是缺胳膊少腿了 还是怎么着了 他在的这几天 我都是好茶好水的供着 怎么就叫害他了 你不报仇 也不孝顺 你就不让我报仇 不让我孝顺了吗 父母之仇 不共戴天 你能忘了我可忘不了 天地老啊 总有一天 我一定要为母亲 讨回公道 你知不知道 无极圣尊的童子 早就潜伏在齐来山了 九天门的大军 也已经开拔 到时候我怕你死无全尸啊 所以 你还是怕死 身体发腹 受之父母 哪怕是历劫生死 就算是报恩 哥 你就这么怕死吗 有你这样的儿子 我真替他们感到不值 罢了 我要你现在就跟我回关江口 这地方不是你待的 如果不会呢 我捉也要把你捉回去 好 那就打败他再说吧 你当真以为我杀不死他吗 乌丁兄干吗呢 来来来来 我们说说话 说 说什么说 说什么 我不能跟你说话 不说也得说 起来 坐下 乌丁兄啊 你看咱们那档子事怎么样 不 不谈 不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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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还是不谈 我 开玩笑的啦 别认真嘛 不过话说回来了 你那徒弟打烂我的东西 这不赔就想溜 这不厚道啊 那我那些东西 就算我给你打个半价 这你起码也得留在我这儿 打个百八十年的工 才能够赔呀 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啊 你好好想清楚啊 这天庭通缉你啊 你还能躲在我这儿 要是我通缉你 你就只能到杨颜那儿转悠了 再过几年 这杨颜保你不住 到那时候 乌丁兄 你就颠沸流离 晚节不饱啊 我想想都替你心疼啊 等等 让我做一个悲伤的表情 我 乌丁兄 你说我说得对吗 乌丁兄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跟我回去 妖怪与天庭的事情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不会 那我就把这齐来山砸了 好 那你就试试 是吗 你不会是打算不赔吧 没 没 没有就好 这打烂东西不赔的人 我最痛苦 就这么听了 他来了 咱可说好了 我生凭罪恨那些讲话 不算话的人 如果不守信用的人 我恨不得把他碎尸万端 吴定兄不会刚巧是这种人吧 当然不是啊 不是就好 你 你这个妖王 你这个抢的啊 说啥 他在哪儿 在里面 不会我一推门他就跑了吧 不会 我齐兰山天罗地网的 任谁都逃不掉 你这个没良心的王八蛋 不许进来 不许进来 明白 你这嫂子真够凶猛的 走吧 地下城毁坏的东西等着你修呢 你们对要出去的妖怪都怎么处理的啊 捧着 抬出去 你叫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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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在这里啊 你 给我进来 什么 我 想打的话 搬大点的地方吧 别担心就聊聊而已 别担心就聊聊而已 打 把你进来 好 有什么就直截了当点 你这样 我不习惯 我知道你出身齐来山 先为解空祖师座下第十个狄传弟子 是 你和兰儿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是个妖怪 就算你是解空祖师的狄传弟子 也还是个妖怪 在天庭眼中你永远都是妖怪 这你懂吗 有话就直说 不用扯这些不着边际的 先与妖怪势不两立 这是大事 我母亲因动了烦心 被天庭镇压在摇山之下 最后身死昏灭 兰儿是天庭册封的阑山圣母 是天庭的神仙 神仙一旦沾染红尘 因缘成型 月数花开 天庭不可能坐视不惯 你即便反抗 也不会有结果 天庭的实力 不是区区的百万天君 若是那样 我扬言早就动手了 你们是不会有结果的 反抗也好 杨岚也好 如何结果 不是你尔海神说了算 我试试怎么知道 别听他胡说 我们走 你也别太担心了 我 现在怎么办 到时候月数花开 难道他要和娘一样 然后我再看着 我的外甥去反抗天庭就吗 要不 我们也反了吧 神仙不准婚恋这是铁律 若神仙婚恋 天道必乱 天庭向来不惜代价镇压这种事 出手的 也绝不仅仅是天君 那 顺其自然 你为何 这个箱囊 你一直带着 我就知道 你不是真心要修我 你心里其实一直念着我的对不对 其实我早就知道 在月老庙 你一直在暗中保护我 不光是月老庙 还有离开白海的一路 你都在暗中保护我是不是 要不然 凭我的修为 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 打扮那些虾兵蟹匠呢 村心 我摇村心看上的男人 怎么可能是胆小怕死的男人 他一直都是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其实有些事 你不说我也知道 不光是修我 还有接受招安 你是因为兰儿妹子 才接受招安的吧 你是怕我们受到伤害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不说 知不知道 我真的差一点 就以为你不要我了 知不知道 这样我有多心疼 这一千年来 你承受了太多态度 你放心 以后有我陪着你 你不会再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自从我背脊白海 嫁给你的那天开始 我就想好了 我要跟你一起生 一起死 我赖上你了 你赶不走我的 不要看 我还给你做了这么多香囊 我要把你的心 你的人捆得死死的 你逃不掉的 答应我 以后不要再一个人承受 让我为你分担 好不好 你真傻 你不也一样 千年万年 总有一天天道会变 等到那一天 我一定有霸台大叫 迎你回来 我等你千年万年 直到那一天 再来 我以后再考虑 我要 打不置 MINOR 一 上 要 あい 安 安 难道我真的喜欢上她了吗 过来吧 聊聊天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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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虫小技 你答应过我 只要我帮你突破修为 你就可以答应我一个条件 还作数吗 当然 就算赔上性命也作数 谁来杀 天庭 他们杀得了再说吧 况且 现在的情形 是就算他们不来找我麻烦 我也要找他们麻烦 那就好 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 你都会履行你的承诺吗 怎么 现在想起谈条件了 还不着急 再等等吧 我 干嘛 我 我 记住你的承诺 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铭记于心 勇至不忘 哦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经过生死轮流转 爱恨一线前 只愿富士太前 留不住三上边 回眸望一眼 悲欢离荷花欲言 我无言 醉涌草木面 心无天地线 一双眼 红尘里分辨 四字与深陷 若是望我流连 谁领我心光线 三生去一年 化为瞬间的火焰 三生去一年 化为瞬间的火焰 三生去一年 三生去一年 四字串 四字串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